如果阿根廷换帅,大家觉得谁和是西蒙尼高红波,阿根廷遗憾的出局,让很多梅西球迷和阿根廷球迷非常难过,不过既然已经发生了,那就要向前看,解决好球队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,我觉得桑宝利应该会辞职吧,毕竟已经心力憔悴了,如果换帅的话,谁比较适合阿根廷? 一,肯定是西蒙尼啊,二,西蒙尼,马斯切拉诺退出后,中后场更是没有能力出众的个体了,只能依靠西蒙尼来助到整体攻防,以及重速球队灵魂,三,别说超一流,一流教练年轻点,都不会看得上国家队教练的位置,另外,说阿尔维达的就算了,是个铁汉,但不会变通, 对于足球里一切资本品牌背后的运作几乎揉不半点沙子,结果生生被好回南美,准备写书揭开黑幕被好友劝退了,不适合,四,高红锅最合适,五,直接上梅西,别的都不适合 7月之后,小铁池,切拉,需要更多,不适合,费拉,数不适合,权划,切拉、包,切拉,数不适合,切拉,非常处理,刀想,不适合,切拉,刀工序要面算奖头,跟进一点都不会有结果,切拉,刀刀头不适合,切拉,刀刀头不适合,凝对्さ刀头不适合,切拉,刀刀头不适合,器皰刀头不适合,切拉,刀头不适合,切拉,刀刀头不适合,切拉,刀头不适合,切拉,刀头不适合,切拉不适合,切拉,刀头不适合,